太极拳传统有一个呼吸方式 叫做复式呼吸 自然复式呼吸和逆复式呼吸 咱们经常做到胸腰折叠的这个动作 一般都是在做肩关节环绕活动的时候 当咱们肩关节向前的同时 你的腰腹会通过你的脊柱进行了一个折叠缠绕 向前时你的尾铝先向前进行折叠 然后慢慢将尽力传导到脊背上 向后的时候 尾铝向前收将尽力通过折叠再传导到后脊上 通过这两种方式 咱们用的是两种不同的复式呼吸方法 咱们在练的时候 向前的时候 咱们采用的就是自然复式呼吸方式 你看在折叠的同时 呼气腹部内收 向上吸气 然后将你的尽力达到你的胸背上面 腹式呼吸通过一个折叠内收 外放 通过这样的方式进行你的尽力 一个收发 这是一种呼吸方式 还有一种逆腹式呼吸方法 就是咱们进行向后的同时进行一个吸气 同时再进行一个向前折叠的呼气 所以说两种的呼吸方式 它是一个交替性型 而不是说咱们在前或者向后的时候 都是一种呼吸方式 要通过你的动作姿态 在向前呼吸方式不同 向后呼吸方式同样是不同 所以说咱们大家在练习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一下 在呼吸的同时 一定要配合上你胸腰折叠的一个节节贯穿的动作 让呼吸带动着你的尽力 由微律一节一节的通过你的腰脊 然后后脊达到你的双肩 这样离称之为咱们的这种 雄腰折叠的呼吸方式 所以要配合 这是咱们的雄腰折叠与呼吸方式的一个关系 上次太极陪你一起练太极 记得点击关注哦